4.3简易分母有理化 其实我们在小单元在玩的东西就是分母有理化而已 我们都知道我们在定义最简根式的时候 它有一个规则是分母不含根号 可是当如果我们真的遇到有一个分式 它的分母含根号的时候那怎么办呢 那我们就要用分母有理化来解决它 我们先解释一下分母有理化 分母有理化是将分式里面的根式 也就是无理式化成有理式 比较简单来讲就是把有根式的分母 化成没有根式的分母 等于你发现到分式里面它的分母有根号 你就要把它化掉 什么意思呢我们看一下 2乘以根号75分之3 现在我发现到我的分母有一个根号 它是叫根号75 所以现在它不是一个最简根式 我们就要去做有理化把它化为最简根式 怎么怎么化为最简根式 相信大家都还记得 可以跟根号做底效的人是平方 因为它这个是二次方根嘛 所以二次方可以跟二次方根做底效 所以会得到A 你看本来从有一个有根号的东西变成没有根号的 所以现在我的目标就是我要想办法让它变成75 根号75平方才可以让我的根号跟平方去做底效 好怎么办 所以这个时候我就要去乘以一个根号75 为什么我要乘以根号75 我们先旁边做解释一下 根号75乘以根号75的话 它会等于根号75的平方 它会等于根号75的平方 所以这个时候我就可以用个平方跟根号做底效 所以得到没有根号的75 好接下去 我们的分母乘了根号75 分子也要乘根号75 所以我会得到 先看分子 3根号75 然后分母是2 分母是3根号75嘛 75这个人呢 它其实还不是最简单式 什么可以继续去分化它 我们去试试看去除5 再除5 所以75这个人呢 它其实是5的平方乘3 所以5可以被开出来 3乘5根号3 15根号3 150 再继续往下跃减的话 我会得到根号3 10 十分子根号3 OK 这是我们做分母有理化的方式 好大家再想想想想 我现在正在做是不是很愚蠢 因为等下我要去乘 我要去做一个东西是 2乘以75 那我等下还要再做一个根号的画间 为什么我不一开始就都分到根号画间呢 看一下 用第二个方式 走开它 有些一样的题目 3 2乘以根号75 2 根号75会等于 乘以 根号3嘛 所以我10 根号3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只要乘一个根号3 分子乘根号3 3根号3 10 乘以3 然后3和3月减 我就可以直接得到答案 看我在这边运算的过程中 我要乘的东西就比较小 所以当你发现到你的根式 可以被化减的话 你就先化减 化减了过后再去做有理化 再做有理化 这会来得比较容易一点点 好 我们试看第二种题目 其实 根号6-根号3 分子根号6加根号3 现在我发现到 我的分母里面有两个根式 一个是根号6 一个是根号3 我的分母不可以含根式嘛 所以我要去做有理化 所以我要想办法把这两个 根号 给消除掉 我们就去想一下 我要怎样才可以让根号消除掉 这时候有一个公式就非常好用 叫平方插公式 插公式 为什么我讲它好用 那我们先解释下面讲公式 x加y 乘以x-y 会等于x平方-y平方 这公式里面有一个平方可以用 平方这个人可以让我拿来对抗我的根号 它可以跟我的根号去做底下 所以假设我的 我的x是一个根号6-根号3 加根号3 配上根号6-根号3 它其实会等于根号6平方 所以根号6的平方会等于6 你看我来到一行我没有根号的东西了 所以这也是可以给我们拿来用平方插 我们可以用平方插的公式来去做分母有理化 所以现在我的题目是根号6-根号3分母 所以我们要去乘一个根号6加根号3 我就可以配成一个完全平方插公式 我们先解决一下分母 分母就会得到根号6的平方-根号3平方 为什么因为平方插公式 分母会得到6-3 分母会得到3 我已经有理化掉了 所以现在要做分子 分子要干嘛 分子要做跟分母一样的事情 也就是分母乘了根号6加根号3 分子也要乘根号6加根号3 好 现在是多像式乘以多像式 也就是根号6加根号3 乘根号6加根号3 怎么乘 你可以用彩虹成 你可以用完全平方公式来乘 都可以 它其实就是一个完全平方公式来的 根号3的完全平方 完全平方公式来这边再稍微做一个补充 a加b的完全平方 会等于a平方加2ab加b平方 是完全平方公式 所以我去开前平方加2前后 加后平方 6加6三18再加3 OK 再加下去 6跟3可以相加9加 根号18不是一个最简根式 根号18可以再开 那是3的平方乘以2 所以它可以被开成 1加3 好 来到这边其实都已经差不多要结束了 可是就因为我们发现到 它可以做跃减 因为9 6和3都是3的倍数 所以我们其实可以做跃减 怎么跃减呢 把3抽出来 所以3跟3就会减 可以得到最重答案 2更好了 好 这就结束了 这是当我们的分母是一个多相识的时候的一个分母有理化形式 会长成这样 大家还要记得 并方加公式跟万绝并方公式的差别 一般上会做错的人都会错在公式开错 好 我们来一题没有数字的题目 我们来一个代数的 题目是根号A加根号B 分支根号A加根号B 可以发现到这题跟上一题的题目是一样的 就是题目上一题的题目是6和3 这题的题目是A和B 其实做法是一样的 现在我发现到分母有两个根号 我要把分母的根号去掉 所以我会想到平方差公式 就是x加y乘以x减y 会等于x平方减y平方 所以如果我的x是一个根号A y是一个根号B的话 它只要配上一个根号A加根号B 它就可以去做完全平方公式 然后刚好平方跟根号可以做底下 我的根号不见了 所以我去做一下分母有理化 所以我是这一整项要乘以根号A加根号B 我们先把分母给解决 钱减后称上钱加后 它会等于千平方减后平方 分母会等于A接B 所以分母已经被我有理化掉了 所以现在我来处理一下分子 分子跟分母一样要乘一模一样的东西 所以分母称了加分子也要乘加 那会得到完全平方公式 就做展开 前平方加2前后加后平方 可以开根号的 A加B加B 除以A接B 就因为它是一个多项式 它也是一个多项式 所以我们其实 月减这个是错误的 多项式跟多项式月减是不对的 这样个别月减是不对的 这已经是我们的最终答案 这就是我们的最终答案 好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下一题 也就是这个题目 x-y 根号 x-y 分子 x 平方-y 平方 它应该怎么做 其实我拿这题出来是因为 它跟上一题的题目形式是不一样的 上一题的分母是 根号a-b 连这一题是 根号x-y 根号a-y 大家要先知道这意思 它不可以把它分成根号x-y 这是错的 根号里面只有在乘法才可以把屋顶分开 变成根号x-y 还有除法 加减法是不可以的 所以这两题的题目的形式是不一样的 我来解释一下 这一题应该怎么做呢 一样 我们在做分母有理化嘛 我们要把分母的根号给消掉 所以我要想 现在我的分母是x-y 我要怎样才可以把我的根号消掉 我就想到一件事情是 当我有平方的时候 平方跟我的平方可以做底消 所以我只是要想办法让它变成 x-y的完全平方 然后我就可以去做 根号跟平方底消 x-y 我就可以剩下x-y 等一下我要做这件事情 我去想 我要怎样从根号x-y 变成根号x-y平方 我们就去乘根号x-y 为什么 我们看一下分母啊 根号x-y 乘以根号x-y 我会得到的分母是 根号x-y的平方 所以根号跟平方就可以做底消 我得到x-y 所以分子要乘一个 根号x-y 好 x-y平方 要乘一个根号x-y 我们来看一下 x-y平方正在这一个轮 它是一个平方差公式 它可以得到x加y x-y 我要乘上一个更好x-y 解下去 我一样不会动它 为什么我不会动它呢 原因是因为 我的分母现在是x-y 它可以跟我的x-y 越减 所以这两项越减过后 我就剩下分子x加y 乘以更好x-y 好 到这里就可以停了 因为我已经把孙母给尤里化掉了